这一周 我们来到了这个国商节特会 信息的最后一篇 就是达到杰出的复活 这一篇可以说是这一次特会的一个总结 我们讲到非利比书中所认识 经历并享受的基督 我们认识经历享受基督的结果是什么呢 就是这一篇达到杰出的复活 所以弟兄姊妹这一篇的重点 就是我们需要看见这个复活是杰出的复活 而这个杰出的复活是需要我们达到的 是需要我们去追求的 感谢主 那先给弟兄姊妹这篇一个鸟看 在这一篇里面一共有七个大点 可以分成四段 这个第一大点和第二大点 就是给我们看见什么是杰出的复活 所以第一大点给我们看见 我都用两个字 第一大点给我们看见了 杰出的复活是一个赏赐 杰出的复活就是赏赐 第二大点给我们看见 杰出的复活就是基督 杰出的复活是什么 第一是赏赐 第二就是基督之奇 第三大点和第四大点 就给我们看见我们要如何达到这个杰出的复活 弟兄姊妹我们要如何达到呢 第三点 给我们看见 要达到就需要奔跑 奔跑赛成 第四大点给我们看见 要达到 除了奔跑之外 我们还需要定死 我们需要留在基督的死里 磨成基督的死 总之我们就是要死 要达到这个杰出的复活 我们要跑 要达到这个杰出的复活 我们也需要死 第五大点和第六大点就给我们看见 我们何时会达到呢 我们什么时候会达到杰出的复活呢 第五大点给我们看见 今世 不是来世 乃是今世 今世我们就要达到杰出的复活 第六大点就给我们看见 什么时候我们要达到杰出的复活呢 正在 正在就是现在 是今世 而且就是现在 我们正在啊 逐渐不断的复活 不是将来我们要达到杰出的复活 第六大点 可我们看见 这是一个进行式 我们全人都已经正在 逐渐不断的复活 那第七大点是一个结论 这种子内达到杰出的复活 这是唯一 唯一 这是唯一的路 复活 恢复往前唯一的路 主建造造会唯一的路 也是把主带回来唯一的路 所以这周我们要追求的 就是达到杰出的复活 那今天早上在成岛中 有两个重点 第一个重点 我们需要看见两个认识 甘利菲律比书三章十一节 或者我可以达到那从神中 结出的复活 这个也就是啊 这个第一大点和第二大点重点 我们一定要认识 什么是结出的复活 第一 结出的复活 就是一个奖赏 就是一个赏赐 就好像高中生读了三年的高中 他的目标就是要考上大学 所以这个结出的复活 不是一般的复活 每个基督徒都会复活 但是只有得胜者 会得着这个结出的复活 作为奖长 每个学生都会考上大学 但是考上第一次月 那个才是一个奖赏 那就是结出的复活 所以我们第一要认识 结出的复活 就是一个赏赐 第二 结出的复活 就是基督自己 结出的复活 不仅是一件事 结出的复活 是一个人位 就好像结婚 它不仅是一件事 结婚 乃是我们赢得了另一个人位 我们要看见 结出的复活 就是基督自己 我们需要这两个认识 认识结出的复活 就是赏赐 结出的复活 就是基督 我们还需要一个操练 操练什么呢 操练就是竭力追求 弟兄姊妹 我们需要竭力追求 这个结出的复活 就是追求基督自己 感谢主 那这一周 弟兄姊妹 特别我们成岛的弟兄姊妹 我们要得着鼓励 我们在群组里面有一百位 但是我们每天上线的 大概只有三十位 弟兄姊妹 每天早上我们在这里成岛 做什么呢 我们就是在这里竭力追求 追求什么 就是追求基督自己 但愿我们成岛的每一位弟兄姊妹 我们都得着鼓励 我们都得着吸引 主鼓励我们要得着这个赏赐 吸引我们来追求基督自己 愿我们每一位都在照会中成为祝福 在我们的小区里成为祝福 也在我们的家庭中成为祝福 如果我们每一位都竭力追求 过这样一个 杰出复活的生活 弟兄姊妹 我们要成为照会和家庭的祝福 阿们 祝福 叫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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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или叫傭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